好第七课 其实第七课 这个我们是按那个 那个就是块来的 其实它时间不一定那什么 我们要讲一下Redux 这个东西呢 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东西 而且学React的话呢 Redux这个东西是必须要会的 如果你不会的话 这个别人会觉得 你这个React学的不精啊 就是我们会发现说 View里面的东西我们讲的比较浅 React的东西讲的比较深 其实并不是说 React一定比View高深啊 就是View做的比较好用 View更适合前端工程师来用 而React呢适合工程师来用 所以React里面有很多程序的 那个感觉很多的东西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首先这还是自我简介啊 中间有一个 这有一个二维码 然后你们愿意扫的话 可以进群啊 有问题可以来问啊 我们大概会说这么几块东西 一个是从Flex到Redux 你看这两个东西 感觉好像是吧 然后呢 我们会在Redux说一下Redux 然后再说一下React里面 怎么使用Redux 这个东西是一个 很很很很 那什么的东西 然后呢 最后呢 我们会介绍一下Redux和路由 在一起怎么配合 这里面要说一点 就是写Redux的人和写路由的 这个React Router Dome的人不是一拨人 不是一拨人的后果 就是他们之间有冲突 然后反正你用一个办法 能够解决掉 但是你要不知道 在那会绕很多很多的 这个这个弯路哈 OK 那我们来开始看这个代码 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说一下Flex Flex是什么 我们题目叫做 从Flex到Redux 那Flex是什么呢 他一看你看F开头了 他是Facebook 由Facebook官方提出的一套 前端应用框架模式 这句话一读就不是人话 什么叫 Facebook我知道 Facebook提出的 什么叫前端应用框架模式 在这里面 其实我要这么说 Flex的这种模式 它跟MVC的格式很像 也就是说 他又提出了一套模式 一般来讲 你要知道 所有的框架底下都 讲到框架 讲到模式 就Pattern的时候 他已经不是一个 最佳实践的问题了 他理 他正常来讲 他出娘胎的时候 就带着价值观来了 就这种东西 对世界是有一个本源 认识级别是不一样的 最近前两天 不说那个拍着黑洞了吗 然后抖音一批人 也在那儿说 什么时候爱因斯坦又胜利了 然后我就说 我说黑洞 爱因斯坦没打赌啊 为什么会有爱因斯坦胜利 这么一说 但这个说的有点远 就是我们说到 你对世界的认识 是一个什么级别的 你是按经典牛顿力学 那个级别认识的 还是按照 狭义相对论来认识 还是按照广义相对论来认识 世界还是那个世界 只是说 当你按照一个不同的方式 去理解的时候 在某些特殊化的情况下 那么你会获得很大的竞争优势 就好像经典 经典的牛顿力学 只有在高速 低速宏观的时候 永远是对的 因为计算的时候 你去看 算卫星的时候 没有人拿狭义相对论算 算卫星全部都是牛顿 开普勒那套东西算 为什么呢 简单嘛 你把爱因斯坦那堆东西 放进去以后 然后精度大差不差 计算量快大几百倍 那个没法用啊 牛顿那个就很好用嘛 所以来讲呢 那么这个时候 就是每一种东西 它有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FLAGS是在一个 它有它的价值观 FLAGS在提出的时候 事实上来讲 我在这里面 我举了一个东西啊 它剑指MVC 它这一说 哇塞 你这个玩大了 因为说句实在话 我们讲View 讲React 讲的都是MVC模式 我也都给你们讲MVC模式 那么当然来讲 React V呢 这个MVC的弱一点 它就是其实只有个V 其实为什么你想过没有 为什么React只有一个V 它的M和C不那么重 就是因为Facebook 当时就发现MVC这个模式 他就不喜欢这个模式 这个模式不是 这么说吧 给大家教学的这个模式 不是没有问题的 它在某些情况下 是有问题的 只是在教学的时候 不会把这个东西说出来 就好像你说经典力学 不会有错嘛 牛顿的经典力学 它当然有错 它没错 狭义相对论怎么会出现 广义相对论怎么会出现 但问题是说 它在大部分的时候 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作为学生教学的时候 不想你本来学的就不扎实 然后我再把东西 给你绕的很远 这时你可能就乱了 那么所以我们是把这个东西化解的 但是到这个时候 你必须要知道 Flex其实来讲 远不是说一个数据的管理软件 那么简单的东西 它其实来讲是一套框架模式 所以一般一个伟大的技术公司 通常来讲 他们都会产出这样的东西 就是带着价值观出来的东西 而不仅仅是做一个好用的工具 那个就对他来说就low了 那么大家要知道 Flex这个东西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是单向数据流 所以以后这个里面有一点 如果以后你去面试 你会用啊 一会代码写代码这个东西好说啊 我一会能跟你们说的很清楚 如果别人问说Redux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你要告诉他Redux所持有的世界观 是跟MVC不一样的 它建置MVC世界观 也就是MVC模式 它使用了一个单向数据流模式 那么底下言外之意 MVC是什么 MVC是M和C之间是双向绑定 然后 然后M和C 那个V和C之间是单向绑定 对吗 我们说MVC是这样的 实际上来讲 整个MVC 或者如果我们看View的话 View是MVVM模式 MVV模式是双向绑定 我们学View的时候学过吧 数据改了View改 View改了数据改 你要知道这个东西是 做View的人 就活生生的把这个东西吞下来 然后他把做完了 做完了让你用 你觉得很爽 你知道他做的时候 牙都咬咬碎了 你知道吗 React就想把这个东西绕开 因为这个的难度过高 所以React想做一个 而且这么做其实没必要 它里面有特别多的那些 你看我们在做React的时候 有很多奇奇怪的东西 做View的时候都没有 为什么 是因为View的人 把它都在内部都解决掉了 那么底下的问题是 而且在事实上来讲 我跟你讲 这样做只是使得程序员 在写代码的时候更自由 不是没有开销的 其实事实上来讲 它是有很大开销的 这个开销就是说 使得整个系统的消耗会增加 而且有一些是因为程序员 本身写代码写的有问题的 然后使得它的开销增加 那么OK 那么Facebook想的另外一个 就是说我把MVC剃掉 我做一个Flex 做一个单向数据流 一会我会说单向数据流的概念是什么 那么从2013年的时候 Flex和React同时发布 它在发布React的时候 事实上它就把Flex扔出来了 而且它已经不太喜欢MVC了 但事实上来说 Flex是一个看上去更加严格的一个一种模式 这种模式让别人甚至觉得有点枯燥 所以很多人不喜欢Flex 但是在特别大的模块里 我说它是有效的 所以那么你它同时发布 而且Facebook认为React和Flex是相辅相成的 两者结合才能构建大型的JavaScript应用 所以如果你写的就是一个很小的 大概就是这么一两百行的 最大一两百行 或者上千行的一个东西的时候 那么事实上来讲 ViewReact都没区别 谁都能解决 是个东西就能解决 但是如果特别大的模块 这个里面有特别特别多的组件的时候 我告诉你 先败下阵来的一定是View 因为View把太多的东西搁在里边 它最后它扛不住了就扔掉 而React把这些东西全都吐给你了 然后你再 就是你作为程序员来讲 你去规划这些东西 而且它的事实上 它的效率应该更高 那么所以这里边 所以这里边有一点 就是React 加上这个Redux 这个东西什么时候用 就是大型应用 这个东西要大到什么程度 我说一句话 可能有一些成员会骂我 就是大到 我们有一部分人 终生都不会遇到这么大的项目 大家问说 什么叫做项目要大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也许说像淘宝 像那种 就是这么大级别的 就是大概有 可能会有几百上千个程序员 在一个组里工作 那会有无数多的模块 然后那些模块 大家就闭着眼开 往上堆 堆完了以后 这个东西能跑得起来 Facebook就是这样 Facebook的应用场景就是这样 所以他才需要 把这个MVC拿掉 因为他发现了 MVC这个双向绑镜 当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一定是玩不转的 所以那我就要化解这个事情 把它变成单向绑镜 单向数据流 好 然后呢 这么讲 Redux是什么东西呢 它不是Facebook的 它是继承了Flex的模式 但它非常之好用 清出于栏而胜于栏 所以大家在整个用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 Redux和Flex实现的接口是一样的 但Redux比它好用 OK